身份证上的资讯常常是最快辨识各自的方式 但有一位律师到护证事务所 换发身份证时要求 照片、父母性别、配偶栏 以及义别统统不要露出 遭到护证事务所拒绝后 他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身份证在被犯强迫的方式 被人家拿出来检视之后 就被人家马上发现说 你的父母是谁 你的配偶是谁 你的户籍地址在哪里 我马上可以透过你这个人 在违反你意愿的情况下 马上去掌握到你个人非常私密的资讯 法院判决律师部分胜诉 法院认为父母性别配偶栏 属于间接识别资讯 一别与辨识身份无关 准许免记载 但是照片、出生日期、出生地 以及户籍地址 是辨识个人身份的必要资讯 所以必须露出 但内政部表示无法接受 因为身份证的格式 由户籍法授权 订定法规命令 全国应该一致 更开枪不是法院判决 就要照办 你会再上诉 而且内政部护证师也提出来 要支持副所再提出上诉 护证事务所强调会上诉到底 但就怕身份证上的资讯不完整 会有未造疑虑 配偶栏空白也可能造成 重婚变婚等问题 并不适合争议调整 记者综合报道 确诊活化争议还没完 高雄又有民众投诉 遇到殡葬业乱开家 一名富人投诉 张夫染疫在医院去世 想找任是殡葬业者配合 却被医院配合业者挡下 对方说有签约后端继续服务 好奖价 但若只是把遗体 从医院送到殡葬业馆 还是要收五万块 让家属感觉被敲足杠 他们送到殡葬业馆 大部分都是三万块而已 三万块 五万块是太多了 算进去应该不是一道五万块 这个好像是在敲证 欺人染疫病逝已经很伤心 却还遇到殡葬业者 抢生意狮子大开口 短短一段路程 怎么会要锁价五万块钱 我们修敲证品怎么给他们贵啊 从五千里一万差不多 从科技来讲 在他们报了 业者会认为说 他只要包了这个case之后 他就可以全程的把这个做完 就算中间有差的时候 你应该要付这个价金的部分 我们昨天也跟他开完会之后 也公文下去了 中间分了一个阶段 根据了解双方最后协调 从医院送确诊遗体 到殡葬业馆只收两万块钱 主管机关也行文给两大藏医工会 从医院到火化入奥 明定包套建议价格五万元 如果只送遗体上限两万元 染疫遗体24小时 火化争议还没完 没想到又有家属控诉 被业者敲竹杠 类似争议后续恐怕只会多 不会少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高雄岗山区外头下着雨 救护车上载着伤患 赶着送去医院 但前方正好有一辆货车 救护车多次按喇叭 但货车挡着不让路 而且速度还放慢 转个弯一路挡挡挡 救护车挤到不行 多次长按喇叭 货车就这样沿路挡了 850公尺 最后才让路 但这行为已经处罰 处汽车驾驶人 行台币3600元滑板 并掉扣驾驶执照 二一挡救护车代价好大 同样是挡路的 也发生在左营区 轿车开进小巷子 快过路口 正前方迎来白色休旅车 两车就这样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像极了黑洋与白洋 驾驶也不下车 就在车上一直耗着 交车驾驶都没了 打电话报案 警方道场发现 原来两辆车后方都有车 先帮忙引导疏通 最后请休旅车往后退 但两车从下雨天 僵持到出太阳 都过了15分钟 两台这小客车僵持不下 小巷子没有谁先到 就有路权问题 只有互相离让 警方也提醒 如果遇到类似纠纷 别下车也别开车门 等警方到场排解 以免爆发冲突 记得松北城 两名年轻男子半夜在钓虾场打起来 警方都到场了 他们依旧没在怕 拉耳朵推挤 被警方制服在地 两派人马有人受伤 表情痛苦被带上救护车 还有人胸前满事歇血 地面上则有一地酒瓶碎玻璃 事发在台中龙井的钓虾场 业者还原经过 说看到有人亮枪 警方调查两名男子 各自与朋友到钓虾场消费 因为一句看什么而引爆战火 两派人马当场打起来 暗夜钓虾调到火器都来 警方在场取出道具枪与球榜 将九男四女依恐吓 妨害秩序及伤害罪移送法办 马路上大雨滂沱 远景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 哨声一下车辆才慢慢前进 8号上午11点桃圆归山 部分路段大停电 导致许多路上红绿灯 全都失灵 交通大打劫 警方立即举众要路口 辭职交通疏导 并通知台电快言强修 路上餐厅和药局 店里都黑漆漆一片 电器不能使用 业者也无法做生意 抱怨连连 民众本来要上门吃饭 全都吃了闭门根 台电表示因为清晰 闭店锁地44亏线 故障跳脱 总共有3057户 没电使用 人员抢修后一分钟 已经复电393户 并在中午12点半修复完毕 恢复交通顺畅 接着刘志展业余纳桃源报导 或者是最后一分钟计算 会认为消失业并 计划